大家好,又回到即場教勞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先介紹一下我們今節身邊的嘉賓 就是有來自要財政券研究部分析員王偉豪先生 你好,Ravi,早安 家庭觀眾有任何疑問都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我們的電郵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Ravi,首先想和你談談 今天基本上市場焦點就是外圍那邊 歐洲那邊昨晚發表聲明 美國聯儲局英雄銀行 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 五大央行會聯手借出美元去舊市 這是救歐洲的銀行 確保他們有足夠的美元流動資金到年底 即是三個月的美元貸款 其實Ravi,這個舊市方式在金融海嘯之後 其實都做過了 之前 由美國聯儲局帶頭 今次是由歐洲央行帶頭 想問Ravi,你覺得這次舊市 足不足夠應付到歐洲市場的需要? 對,如果說回昨晚這樣的 比較突然的舉動 的確來說 是由你整個市場的氣氛帶動 的確來說 因為之前一直都說歐債問題之外 都擔心歐洲有全國銀行和金融機構 是有些融資問題 即是可不可以不夠錢去做相關應對 今次來說這樣做 也意味著可以放多些美金出來 是借給相關的金融機構 特別是歐洲的金融機構 所以令到他們原本大家 市場上的憂慮 即是怕不夠錢這個問題 其實這一下就稍為舒緩了 至於你問到 今次的確來說 不是一個新的策略或方法 只不過是以前來說都做過 正正剛才Lisa帶到 就是海嘯之前都做過 不過當時來說 跟今次有些分別 就是牽頭人有些不同 今次來講就是歐洲央行帶頭 聯同其他幾個國家央行 但上一次來說 就是美聯儲自己帶動先 而今晚方面 今次人工其實相對相信 都會較 之前那次為止低很多 至於你問我 這次這樣的 雖然今晚小了 或者三個月的一個短期融資方案來講 究竟能不能夠應付 現在來講 那個之前在擔心的 歐洲方面的一些銀行 金融機構的一些融資 即是財政上的一個短缺問題 我這樣看 這一下來說 我會覺得其實應該都夠 但問題就是 夠的時間去到什麼時候 或者是否真的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其實幾乎 未來會有些新的問題再出現 假設這幾個月裡 都沒有再傳出一些新的負面因素 譬如又有些金融機構 或者好像銀行 甚至乎一些歐洲國家 又有些相關的財政問題出來的時候 如果沒有這些問題出來的話 這次的舉動應該夠應付這個問題 或者有一個有效地可以慢慢舒服這個問題 但相反來說 如果到時又可能 譬如過一個月之後 或者什麼時候 短期內 又有些新的 又說不夠錢 又有些震盪問題出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一下 五個國家的央看聯手 都未必能夠有效完全舒服這個問題 所以這一下你問我 這樣的話 是不是意味著真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其實我會覺得這一下 都未完全確定住 更何況來說 市場上現在原本大家憂慮的焦點 不是只有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問題都存在著 除了這個融資問題之外 亦都會歐債、美債 甚至現在大家在看下個星期 是否真的意識會議等等 幾個因素 都左右著整個全部外圍股市 也好或者港股也好 所以這一下來講 不可以單憑這個舉動 就叫做釋除大家所有的疑慮 其實我都看到 就昨晚舊市的消息帶動底下 見到昨天美股做得非常好 是升近2% 而歐洲股市方面 發應得也升近2-3% 而法國股市高收是超過3% 我想問回你 你覺得這一次這麼好的消息帶動之下 外圍的股市會不會 升勢會繼續持續多 譬如說一個星期 如果那個時間升的問題 即是帶動到整個股市 究竟歐美方面 可以叫升勢升多久 我覺得都幾視乎 這個效應大家的解讀性有多久 或者接下來 剛才所講的下個星期方面的問題 先講回大家對這個舉動的認受性 的確來說 短線模擬一定會令整個外圍股市 都會做好一點 因為之前來說 剛才也講的其中一個主因 拖累這一次的小股災 之前發生的小股災來講 其中一個問題當然是 一些金融機構融資問題 特別以法國那幾間為止 即是你也講過法興 法包 或者法農這幾間 其實有個借貸的問題 所以昨晚來講 做這些叫聯手出手的時候 正正就令整個法國股市 是升得最為之厲害 或者最為之強勁的 所以這下正正反映了一點 至於我說 為什麼短線都會覺得 我覺得有一個星星可以持續 但問題是這個禮拜 或者未來是否還可以繼續 都是一個移民的話 因為我會覺得 某程度上 原本大家的市場 沒有預期過這個舉動 但沒有預期之下 也會再衝敬下個禮拜 其實聯儲局方面的意識 是否真的推出一個新的量寬政策 但我擔心 如果這次這樣做的時候 也意味著 已經在市場上 會把市場推出更多的美金 究竟接下來 還會不會下個禮拜 好像大家預期有QE3 這方面 反而現在的可能性 我反而覺得低了一點 所以都會在擔心 短線 可能這幾天 或者下個禮拜初回來 都會保持著市場上升 但當 如果做了這次的舉動之後 而下個禮拜回來 到三四的時候 當我的意識會議 真的沒有預期大家有QE3出來的時候 會令到市場消化完 利好完之後 又會再調整多一次 所以現在來說 我會覺得 暫時這下的升勢或反彈 可以做視為一個 當然是一個好的反彈勢頭 但那個時間性 我會覺得暫時 暫時不可以在太過內住 暫時都要估謀 我們下個禮拜的意識會議 才能夠再判斷市場 其實是見底回升 還是少少的反彈 謝謝Ryfi 另外我想問到你一個問題 就是見到港股 今天受到歐美股小編大動 基本上今天的市場做得不錯 今天是列口高開364點 現在這一刻是做387點 報19568點 Ryfi 見到今天港股做得不錯 你覺得港股會不會像昨天一樣 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又升又跌都不知道 會去哪個方向 暫時看回今天來說 就沒有像前兩日這樣的效應出現了 因為早兩日都會見到有少少高開 但相對波動性很大 但今天來說 列口高三百多點之後 其實一直都會保持著這個水平走 沒有太大的波動性出現 我想我從頭上今天來說 未必會有這麼明顯的震盪 但至於來說 港股接下來能夠重拾星勢 亦都一樣 我覺得幾適合 除了你說外圍方面 究竟問題是解決了沒有 亦都依照技術上指標看 因為這一刻來說 列口上來之後 正正就去到大概10天線 20天線的區間 所以我看回都稍稍看到我的阻力 因為你看不是很容易突破 更何況來說 突破完這兩點 亦都要看之前下跌列口 下來的頂部 大概19800這些位置 所以短線來說 要看這兩關 能否這麼明顯 或者這麼容易衝破 或者是否買盤 去到承接 令到衝破 如果沒有的時候 都要在這區間浮沉 沒有太大計 明確向上升動力 或者方向著 這下來說 仍然都會建議 先看今天 10天線能否手勢 再做判斷 謝謝Ravi 今次時間差不多 待會回來 仍然有問答環節 假評觀眾可以繼續打電話 問問題 電話號碼是28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我們的電郵地址是 askfbschannel.com 休息一會 待會見